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不小心打硬的玻璃物品 總是會覺得爛了就沒用 是不是就這樣丟掉就算呢? 在文物修復的角度,每一塊碎片都是非常珍貴 所以我們會很努力地把它修復完整 呈現給市民觀賞和把它保存 你好,我是文物修復辦事處一級在理館長,馮漢昌 其實文物修復的範疇是很廣闊的 玻璃修復只是其中的一項 要將破碎或者斷裂的玻璃文物修復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玻璃受到撞擊的時候,通常會出現不規則的斷裂 形成大小不一的碎片 而且玻璃是透明物料,要做到不著痕跡的黏合也不是容易 要修復玻璃物品,我們一般會使用兩種黏合劑 紫外光固化型黏合劑和環氧樹脂混合型黏合劑 麥麥修復其實是一門很專門的工作 我們在選用黏合劑的時候 我們會考慮黏合劑的折射率、抗拉強度 它的操作時間和硬化的時間 老化之後會不會變色這些因素 確保我們得到最佳的修復效果 首先修復完後會很小心把碎片砌好 再用皺紋膠紙暫時固定 沿著碎片之間的裂縫,點上幾點紫外光固化型黏合劑 經紫外光照射後,黏合劑就會很快硬化 有效地固定碎片 將調配好的環氧樹脂混合型黏合劑 加入適量的有機溶劑之後 就可以輕輕地滲入裂縫裡,等待乾透 因為黏合劑的折射率和玻璃都很相近 裂縫看起來就好像消失了 是不是很神奇呢? 紫外光固化黏合這種修復技術 在日常生活都常見到 就好像玻璃、補石、水晶的接合 汽車擋風玻璃的修復 多點留意就會見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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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